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三在美丽的台湾宝岛 台北市的发迹之地 大道城的孤政府原本的严管家庭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主播我康库第三季 可以看到牛气冲天第三季 是2013年以来最好的成长 到涨了近9个% S&P发行者跟NASDAQ涨了7个% 所以实在是在中美征战当中 继续的往上 波动是非常的大 但是波动当中有上的trend 所以你跟我继续的准备进入第四季 准备三季财报 后市的确有待观察 主播我而后的三季带你来台北市大道城 那就是古道赛古之地 叫大道城的就是台北市发迹之地 重中之重就是后面这个building 这个building就是孤政府家族他爸爸孤显龙发迹之地 主播我要来看看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经济是20年来最好的经济吗 台湾的加权指数第三季收在11,060点以上 哇 可歌可泣 事实上站在历史的高点当中 但是台湾的经济是不是如此之好呢 主播从侧面观察有三点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个三中里面的中小企业 台湾的股市11,000点当中 台积电台硕士宝加上金融业台化 加起来占台湾加权指数的60个percent 哇 所以动力是来自这60个少数的大企业 所以中小企业动力并不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大企业在赚钱 中小企业却是哀声叹气 第二个中并不是非常的有动力 那就是中南部的民众 第三季台风天雨季太多 菜价 建价 所以菜农并没有赚到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中南部的这些农民 事实上哀声叹气 怨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南部的农民也并不快乐 第三个并不work out的三中的最后一个中 那就是中下中产阶级以下 台湾的中产阶级 据调查有70个percent 并不满意现状的经济情况 所以政府备受压力 这20年来最好的经济 却是中产阶级不满意 中南部的农民不满意 还有中小企业也一样的不满意 所以是不是20年来最好的经济呢 从中下阶层 中南部中小企业来看 事实上并不能够运用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主播常讲的 那个国以上帝为立国的基础的 那个人民是有福气的 主播再重复 希望台湾